大家好,我是小猪 新加坡的房价要跌了吗? 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 今天,也就是6月28号 联合早报就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与城市研究院的报告称 经济衰退会使房价下跌 下跌周期可能持续6到8个季度 跌幅可能超过两成 国大专家认为经济萎缩会从两方面影响房价 一方面,买家收入减少和利率上升导致贷款额度减少 会从客观上限制市场购买力 另一方面,经济衰退则会让买家变得更加谨慎 主观上遏制购买欲望 而当前因为俄乌战争,疫情延续导致的供应链中断 通货膨胀导致的各国利率提高 都使经济衰退的风险显著上升 很多专家认为,新加坡也难以幸免 文章还引用了之前几次 金融危机所对应的房市崩盘予以佐证 看完这篇文章,我个人是有三点不同的意见 第一,目前经济形势确实不好 但不至于到金融危机 所有人预测的经济衰退都不是金融危机 对于这种可以预见的技术性衰退 各国政府肯定会竭尽全力使其平稳过渡 这样对房价的冲击其实会很小 第二,房价下跌不符合政府的利益 现在新加坡政府手上拿着挺多的牌可以打 如ABSD,TDSR,SSD等等 只要适当调整政策 就可以轻松缓解房价下行的风险 第三,当今国际形势下 新加坡绝佳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吸引各国富豪前来进行资产配置 这些新增的需求至少在短期内能给予本地房产极大的支撑 那么房市是否会像早报25号报的那样 保持强势一路向北呢?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涨势可能也很难持续 首先是经过连续十几个季度的增长 房价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高点阻力位 投资性买家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的厉害 市场上适合投资的选择不多 也许只有刚开盘的新盘还有利可图 二手市场就得精挑细选了 而对于刚需买家 有的咬咬牙也就买了 而有的真的已经负担不起 所以即使租金上涨更厉害 还是只能先忍痛租者 其次随着后疫情时代社会活动逐步恢复常态 建筑周期缩短 接下来一年会有几个公寓大盘 和几十个政府组屋项目竣工交房 到时市场房源相对充足 缓解供需关系失衡的状态 总的来说 我认为本地房是崩盘 或者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房价增长会逐步放缓 甚至在二手市场会出现回调 大概三到五个百分点的区间吧 你赞成我的观点吗 欢迎评论区讨论